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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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谎的时候啊 你就是看面部表情是看不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眼睛都在看 跟人家对话的时候看的都是人家的脸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最关注的是控制也是控制他的脸 比如当他心虚的时候 他可能还谈笑风生 比如说诸葛亮在空城记的时候 在城头上弹琴 司马懿就听 琴没有问题 因为他高度控制 控制力很强 看他的脸 镇定自若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些地方是你可以控制的 因为你这方面的控制力是最强的 然后可以控制的 那么电视剧拍得很好 司马懿走了以后 你看他的看不到的 司马懿看不到的 诸葛亮的后背全部焊湿透了 这个地方是看不见的 还有一个呢 他们研究说谎的时候就会说 实际上确实脸部 他是最集中控制在这个地方 但是说谎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累的 因为他要掩饰嘛 那么你看他的远端 远端他会忽略 因为人 我们也会忽略 你要说什么 那个 你说 之类的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讲 有的人研究的 就是会讲说 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表情很镇定很自若 对不对 但是他手上的多余动作很多 比如说经常做这种摊手的动作 我不知道呀 我真不知道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这个动作摊手的动作很多 就这个动作不是表示无辜吗 对不对 如果是一再地表示无辜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是怎么样了 有的时候可能表达内心当中的 一种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面部表情 可以表达你的情感 但是它可以控制的 所以控制一部分的 因此情绪的测量 通常如果你想得到这种 全方位精准的情绪测量 实际上内心的情绪体验 如果他连表情都控制了 其实你 主观体验只有他自己知道 通常如果他配合的时候 他很客观 很实施求是 他想很准确的 把他的体验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要有一个描述的 对不对 那他如果这个时候 他不想让你知道的时候 那主观体验上 他言语报告的时候 他肯定是 也不会把他的内心报告出来 对吗 这是一个 那么面部表情呢 也许他可以控制 但是生理指标 生理指标是可以测出来的 是非常灵敏的 生理指标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其实当一个人啊 情绪发生反应的时候 发生反应的时候 其实他生理上 就会有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说呼吸就不一样 心跳会不一样 脉搏会不一样 然后呢 他的那个汗腺分泌不一样 然后皮肤垫也会变化 甚至他里边的那种 生化的 就是那个一些 一些分泌的一些东西 也会不一样 后面我们讲 我们会讲到的 比如说当你紧张的时候 其实你肌体里面的 分泌出来的东西 也会不同 等等等等 就这个他一定是会变化的 那测谎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面我们可以再讲 测谎也是 就是当一个人 在说谎的时候 其实他会有一些紧张的 他为什么紧张啊 他怕人家知道 因为他想要说谎 就是他想掩盖真相 对吗 他想掩盖真相 他的目的就是 他说出来这个像真的一样 不想让你知道 但事实上他又不是真的 他也是有点心虚的 所以呢 他会紧张 这一紧张就是情绪反应 情绪反应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所以测谎呢 通常是 是对他的各项的生理指标 进行监测 然后综合来看 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说谎 他还会问他一些提问 问他一些跟这个 你想测查的这个事件有关的问题 然后在这些问题当中 其实他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像 侦查像的 就这些像就是很敏感的会 你想知道在这个问题上 他有没有说谎 然后看看他的一些变化等等 但是呢 也是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谎 可以对他进行测试 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 一种手段和工具 但是他是 没有法律效率的 也不能说 我测了以后发现他说谎了 然后作为你的证据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仍然可以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可以给你提供辅助的一些证明 和分析思考 所以这个呢 蛮有意思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情绪的测量 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主观体验 主观体验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 你自己的主观的感受 然后呢 我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呢 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我们每个人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 是能够对自身的感受 能够敏感的捕捉到的 而且又能够 如实报告的前提下来做 才能做得出来 那么通常呢 是形容词减表 形容词核对表 和这个为量等级量表 和分化情绪量表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定义啊 就是说 列出一系列描述情绪的形容词 然后要求被试 从中选出符合 自身情绪状态的词汇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情绪 内在的主观体验呢 测出来 比如说心境形容词的核对表 比如这个 我们有五个方面 然后呢 强度不同 你来选 我看一下啊 比如说 目前的状态 你是不是很配合呢 信任的 有意的 诚恳的 满意的 合作的 忍让的 镇静的 忍耐的 你是哪个 比如说你选一个 我选 要不然我 我们反正大家是一个整体嘛 对不对 我在这个合作上 满意的和诚恳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在一块 一起来 一起来工作 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 我觉得很开心 比如说拒绝 在拒绝这个方面 厌恶的 无趣的 厌烦的 不信任的 痛苦的 嘲笑的 怨恨的 厌弃的 越来越严重啊 没有 这没什么好选的 没有 没有这种状态 那么还有呢 就是 激动啊 激动 松懈的 懒散的 放松的 微弱的 积极的 强壮的 有力的 不停的 你是哪一种 积极的是吧 谁是强壮的 没有 目前我们是 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吧 还是处于一种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吗 好的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就是 当然不止这些 有一些形容词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程度上的不同 然后你去选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了 我想出一个词汇来描述我自己的时候 好像有点想不出来 但是我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看看我是不是哪一种 我可以一个一个对照一下 想一想 尽量的还可以多维度的来看看自己 是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种 形容词核对表的一种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是 微量等级的量 等级的量表和分化的情绪量表 这个呢就是分了几个微量 比如说 分为情绪体验 认知 行为三个分量表 然后每个分量表呢有四个维度 愉快紧张冲动和确信 然后每一个维度呢 每个微量呢又做五级的计分 然后把你的情绪测出来 然后把你的情绪测出来 还有一个呢是分化情绪量表 那么它分的更细一点 然后呢 对这个情绪呢也是做一些计分 那这个呢无论是 从哪些方面来做 从哪些角度来测 但是都是依据你自身的主观体验 和你自己的自评 实际上它是个自评量表 说清楚了吗 因为你自己的主观体验 你想想看别人怎么知道 不过还是会知道的 比如说你最亲近的人 我的学生 比如说我会 很多我还是能捕捉得到 家人 就是这个要建立在一个什么 稳定的 还是因为你稳定的了解啊 你看到过它的喜怒哀乐 是不是 你又了解它的性格 和它的情绪反应状态 那其实你才能够了解 是吧 然后也许你去评价它 可能也还相对的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更好的还是自评 是吧 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在体验当中的 因为它又叫主观体验的 那个方面嘛 第二个是表情的量表 早期的测量工具 现代的测量技术 这个呢以前啊 早期的时候有圆形的量表 它就是从形状来说的 它其实是两个轴 两个轴 愉快和不愉快 这个轴 还有一个呢是注意和验气 这个轴 另外一个轴 然后呢就是每个轴有九个T级 然后对它进去测而已 只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三维的模式图 就是看面目表情 愉快和不愉快维度 注意和拒绝维度 就是关注和不理睬 对吧拒绝嘛 还有一个是睡眠和紧张的维度 一个是机器放松到睡眠 一个是紧张 然后呢这个维度不同的维度上 然后呢可能进一个测试啊 测量 这个是直接用这个 把这个表情拍下来 然后区分几个区域 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软件啊 一些工具的帮助 然后呢对这个微表情啊 进行的测量 测试 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 比较时髦的词 比如说电视上会说 基于微表情技术 发现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 什么地方抽动了一下 说明你有怎么样 但这个你不能说 说你看到的 你应该有一些什么 真正的那个技术啊拍下来 然后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地方 然后它看的是比较细微的 来对着这个进行分析 那么专门做情绪的人 专门做情绪测量的人 可能会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 但是目前文献当中 这方面看到的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研究有点意思 它呢就是相对来讲呢 就是还是 比这个没有没有这么精细啊 没有这么精细 但是还是区分了一下 它当时就是这样子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进一步推敲的 但是呢 它的研究呢 揭示的问题比较有趣 就是其实呢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很想知道 类似于说 通过它的一些表现的规律 一些行为的倾向性 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测它将来会怎么样 大家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对吗 但是真正的能够起到预测作用的 应该还是说你要找到因果规律 因果规律 也就是确实什么原因会导致什么结果 你把这个找到了以后 当然你就可以预测了 那么只要有这个原因 就肯定有这个结果 会好一些 但是更多的研究呢 实际上基于相关 只是说 这个行为跟这个行为 可能经常伴随着出现 也就是说 也许这个可以预测这个 这个可以预测那个 但是它们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不确定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但是尽管如此 也还是有价值的 那么我在这里想说一个 就是国外的有一个人 他们在电视上呢 他做了那个 也是基于他的研究呢 做了一个discovery的节目 那么这个节目里面呢 他是说 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追踪了一部分人 几十年 几十年啊 二十年左右吧 然后追踪这些人 然后就会发现说 有一些人过的是比较幸福的 比如说有幸福的家庭 嗯 然后有 嗯 比较满意的这个配偶 然后有孩子 然后呢 大部分差不多是中产阶级家庭 就是美国了 然后呢 就是有个稳定的收入 然后工作也是比较体面的 然后这种呢 就是还是比较幸福的 对吗 那但是呢 有的人呢就 没有这么幸福 就是他呢 就是根据这个人生的这种经历 对这一个群体呢 就是每一些人呢 进行了一个追踪 然后追踪了以后呢 就是把他们目前的现状呢 就做了一个那个了解 了解了以后呢 问题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是这样的 回过头来 这些人是同学 就看他们当年 比如说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 当年他们的毕业册上面的一些照片 就一般来讲 毕业册上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照片吗 然后呢 对那些照片呢 他就做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面部表情的一个分析的技术 然后呢 他可能很细的东西呢 因为给大众看嘛 也没有说的那么细 大致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 微表情的分析了以后呢 他会发现 他说 后来他把那个结果 比较典型拿出来 给我们看 看的时候发现好像有 当然他的分析好像似乎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就会说 你看 这个人他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的照片 照片的时候通常不是 你拍照的时候 人家会说 来笑一个我给你拍 以前 现在也是啊 现在你同学拍照片的时候 也说 夜 现在你们夜吗 你们年代 然后说cheese 对吧 那个 还有啊 我们经常拍照的那个老先生 组织大家的时候 说吸 发吸的音 然后就是嘴型是笑的 就是他让你笑 是不是 然后呢 当然是嘴型是笑的 然后就看一个个笑的照片 他就说 他说你看这个人 他在笑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眼睛是不笑的 就是说 你就看他的微表情 这个区域 那么你笑的时候 他比如说别人笑的时候 真正的笑 就是换句话讲 就是说你真的开心了 你在笑 你真的笑的时候你是很开心 那么你就这个人是比较容易开心的 对不对 那么然后他其实都是笑的 这个嘴巴是笑的对吧 眼睛也是笑的 然后真是笑的 然后很开心 很多人是这样的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我印象很深的 他呢就是 是笑了 你看他是笑了 你就不仔细观察 但是你微表情你看呢 比如他这个地方 他是没笑的 或者是等等 他做了一些分析 我看一下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分析的地方是有差异 然后这个人确实是过得不怎么好 那么他当然他会说 他说这个呢 你要是从表面上来看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他就不怎么笑 或者他是笑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笑 那么可能后面的人生呢 会更加的概率上 可能更容易 没有那么那么顺畅 或者怎么样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但从这个研究本身来讲呢 其实他会有很多种可能的 因为 20多年前的照片 和后面的事情 中间隔了20多年 这20年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对不对 不大可能是因为这个 但是他其实给我们的 一个启示还是有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他不能够真正的开心的话 可能还是会影响到他的那种 什么很多事情的 选择决策和与人相处的 这是肯定的对不对 他可能启示的是这个 那么 所以看了这个以后呢 后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 看看人 有没有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 不过不大看得到的 基本上 比如说大家都 这么正是无忧无虑的时候 都还是很开心的 笑的时候也都是在笑的 比如说你的话呢 你就不笑 眼睛都看上去像笑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偶尔的话 在生活当中 不一定是我们这里的 在生活当中 我看到过一两个那样的 就是好像 眼睛确实是不带爱笑的 但这个也很难讲 是不是 毕竟我们没有用这种分析的技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想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 就是我们还是要真心的 真心的感到开心 真心的就是觉得还是 要感恩的 真心的觉得 其实你很多的方面 还是蛮开心的 蛮幸福的 对吧 就是状态上还是要 内心还是真的是 从心里到外面 如果你开心的话 真的很开心 心里面也是 我想这个对你跟人相处 好多方面 应该是对你的人生是会有帮助的 对你的人生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一个就是我印象蛮深的 就是这些人 我看到的那个研究 他做的大体上是 根据面部表情 来分析一些事情 来分析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启示 第三个呢是生理指标 刚刚讲了 就是生理指标真的会有影响 比如说 会跟情绪真的会影响你的生理指标 比如说这个 脑电波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脑电波肯定会有影响的 你开心的脑区 不开心的脑区 等等 一些情绪的脑区 比如说 还有一些生化指标 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生化指标呢是说 79年的时候 我国学者许淑莲等做的 他呢就会发现啊 进入手术室以后 病人的血浆里边的 这个一个肋固醇的一个含量 比平时的时候也有所增加 那这个增加显然是紧张造成的 是不是 进到手术室的时候 人是会紧张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1985年有个 有研究者也发现什么呢 就是比赛以后 那个 然后呢 这个运动员的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排出量 比赛前显著的增多 也就是说他比赛的时候啊 他是很紧张的 对吧 紧张就会导致这些 明显的这些分泌物呢 就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就比较多 而且呢 也发现就这两个 是跟紧张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当你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你体内也在发生着变化 因此人们才会说 其实情绪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的 这是有关系的啊 这是有关系的 讲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 提到了一部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测谎仪啊 测谎仪呢 其实它是什么呢 它是多导生理记录仪 再加上提问系统 合起来就是一个测谎仪 多导生理记录仪的原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是有生理的反应的 然后你对你生理的反应 为什么叫多导呢 就是你的生理的反应的多项指标 它这个仪器都同时在监测 然后呢就是综合出来之后 如果你真的在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你这些指标都在变化 那么我们几乎可以稳定的说 可以比较确定的说 你确实情绪在发生变化 对吗 那么如果把它作为测谎使用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就是加上一些提问系统 因为你测谎针对是不同情况啊 比如抓了一个小偷 你要测他的谎就是他有没有偷钱包 对不对 是吗 那你肯定是 你就得提问这样的问题 你会问他说 天空 那他做一个反应 情绪很正常 对吧 这里没有波动 是吧 你肯定会有很多 无观像 然后他作为一个极限比较啊 然后呢天空没反应 教室没反应 公共汽车有点紧张了 在公共汽车上偷的 对吧 钱包 反应马上很激烈 然后 对吧 他可能说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反应可能 语言上是一样的 但是他那个波动 会不同 对不对 我们就会知道啊 这个时候他就波动了 平时的时候他的极限 就是正常情况 你也会有些极限的变化 那些指标对不对 他可能极限是这样的 这么高 他会波动 但是呢如果他情绪反应的时候 他会跳这么高 那这个时候就是情绪 一些额外的刺激 一些额外的反应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来啊 他是有些变化的 等等 但是 是的会的 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说 测谎仪 不能够用为 呈堂证供呢 因为 机器他只能做出这样的记录来 但是 判断他有没有说谎 判断他那个时候 情绪有没有反应 实际上是人做出来的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吧 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 在电视上你们以后看的时候 会关注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有些地方 就是他们的公安系统 有的人他就是很善于钻研 钻研精神 研究精神呢 他也会使用测谎仪 测谎仪而且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很有经验的 那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警官 他做得很好 他就用测谎仪呢 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 然后呢 我这里面想问一个问题啊 请问大家 你觉得心理素质好的人 更容易被测谎仪测出来 就是心理素质好的人 他如果说谎了 更容易被测谎仪测出来 对吗 更容易被测谎仪测出来 还是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他如果说谎了 更容易被测谎仪测出来 好 你说 来你来说 我觉得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可能在测普通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情绪波动也会很大 所以测到关键问题的时候 可能差别就不是很大 而心理素质好的人 可能叫他去测谎 问到普通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很平静 但是问到特殊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些情绪波动 就是能分得清他的基线 和情绪激动的时候 是不是 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他其实要分离 基线和这个 如果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会怎么样 一进来就已经乱得一塌糊涂 他就一直在紧张 心在动动地跳 对不对 问了什么问题都很害怕 对吗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变成测谎仪能把 如果犯罪了以后 如果是偷东西了 或者是有问题了以后 倒是测谎仪能把心理素质 不好的人给测出来 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能够反而逃脱测谎仪吗 那似乎这测谎仪很奇怪 是吧 你说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肯定是更加容易露馅 对不对 更加容易露马脚 对吧 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后来就问他说 那如果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你这个就没有效果了 他说是这样的 测谎仪通常是这样 他们公安系的 就是那个警官 他说他使用的时候 是这么使用的 他呀先给你就是玩一个游戏 类似于一个玩游戏 进来以后 扑克牌 然后你看一个扑克牌 我不看 让你看 看了以后 然后呢接下来 就是那几颗扑克牌 他就会问你说 请问你看的是 什么红桃尖吗 然后他说不是 他肯定都说不是了 因为他要瞒过去嘛 对不对 看到是这个嘛 他说不是 那个嘛不是 那个不是 但是呢他如果 看过的那个 他说谎了 那个明明看到的是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方片 方片钩 比如说啊 明明看到的是这个 他肯定也说不是 因为他要把它找出来 他说我知道你看到的是谁 然后就上仪器 就是测谎仪 就先测 然后测到这个方片钩的时候 他反复地问嘛 但每次到这里的时候 他都有波动 是不是啊 然后就说你看到的是什么 他就已经 他说结果是这个 把它检测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 他就做了几遍 他就已经心里面 对这个已经有点敬畏了 这个仪器 然后接下来再去测 那个真实的事件 比如说偷钱包 然后有一些问题 再去测它 那这个时候 他心理素质好吗 他挺过了这个 他再进入下一个 他还挺着 但是能测出来 然后他就讲 他说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在这里一测 他就已经 腿肚子发抖啊 然后他说有一个 心理素质不好的人 刚测了没几个问题 后来他就很紧张的之后 马上就把什么都招认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他举的例子是这个 所以呢 其实测谎仪呢 也蛮有意思的 使用的时候 其实要跟人的经验相结合 还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而人的判断 是不可能不出错的 大家知道吗 所以判断它说没说谎 有没有 能不能通过测谎仪 是人做出的判断 意思它不是100%的 它是有错误率的 所以不能够做成堂证供的 这是肯定的啊 现在是这样子的 其实你只要有情绪反应 机器是能捕捉到的 而且多导生理记录仪 这个仪器相当的灵敏 它都能记录出来 但是判定它是不是说谎 是人做的判定 所以是有误差的 这个呢就是 对于情绪的问题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非常有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当前在情绪的生理指标 这个问题上 已经记录的越来越精细了 有很多很多的参考价值 所以在真正的 我们说实验研究当中 你想对情绪进行测量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 还是这个生理指标的记录 同时配上它的主观的什么 主观体验的一个报告 然后两者之间 如果是比较一致的 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的 对于情绪的研究 和测量方面的一些情况 好 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谢谢